大概一个观念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 一日用的含钠量 是一日 这个酱其实很可怜 一天假如有六公克的盐 你知道其实我们只需要 这样子的酱油量 就是一天 一天 不是 那样子的酱油里面 就有六公克的钠含量 对 然后这个是一天的味精量 然后这是一天的盐巴量 但是你用了这个 就不能再用这个 其他的两样 对 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你去医院 觉得那个医院的餐很淡 那个叫做治疗时 意思就是要让你了解 你平常在家吃跟在外面吃 就是在医院吃跟在外面吃 是差异多大 对 所以你把那个钠含量 反推出来 这个就叫做 就是一日我们需要的 六公克的盐 对 所以就是为什么 其实我们并没有认为 它本身不好 就像盐巴没有认为 本身不好 而最后的叙述的结论 都可能是怎么样 因为好吃 然后因为盐分高 所以吃比较多 而造成你心血管疾病 不是它有问题 是我们摄取的量过多 而有问题 对 所以就是它本身 真的没有什么害 如果你真的叫我选择 就是调味料 它其实反而是 很基础的一个调味料 对 不然自己进行 然后我去摄取的地方 好 好 好